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 面积最广阔的是海洋 这是一个丰富而精彩的神秘世界 最初它孕育了原始的生命 让这颗星球变得与众不同 现在它依然在用乳汁补育着我们的文明 给予我们最需要的养分 我们对石油的探索已经从陆地走向了海洋 在这片广阔的海水之下 有着更加丰富的石油储藏 这些漂泊于大海之上的钢铁巨兽 正挥舞着力爪 而它们的目标正是深藏于海底的石油宝藏 这里是靠近山东东营的渤海海域 今天我们将跟随这艘东方明珠号勘探船一起 给这片海域做一个全面检查 看看这片海底有没有石油的身影 在海上寻找石油的难度 要远远大于陆地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要透过几百米到几千米深的海水 来观察海底内部的情况 而这艘勘探船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生的 通俗一点讲 东方明珠号它的作用就是寻宝 我们国家东海南海的石油天然气开发 在当时也就是1993年的时候 它上面的技术 不论是这个装备 都是处于这个世界领先水平 这艘看似普通的大船上 隐藏着很多先进的探测设备 虽然它们看起来显得硕大而笨重 但它们却拥有一双透视的眼睛 可以透过海水和地层看到石油的踪迹 看一下前方是否有障碍物 可以放电缆吗 没关系 前方没有障碍物 好的 导航驾驶台 前方安全 可以放电缆 海洋寻宝的第一步 就是把这个像小飞机一样的水下探测器 以及若干携带特殊装备的拖揽绳一起 放到海水中 开始在海水里放泡 随着一声声炮响 勘探船拖着的枪阵 在水下十米左右的深度 放出空气泡 以这样的方式 在海上制造一场人工地震 听起来是不是很科幻 为什么要在海水里放泡呢 通过船上的空气泡制造的人工地震 地震波逐渐传递到海底的岩层中 挂在船上的电缆 会接收从地层中返回的地震波信号 船上的控制室分析这些信号 就可以了解地层的情况 根据这些信息 再绘制出海洋底部构造的三维图像 就能看到石油或天然气的位置了 因此东方明珠号 又被称为地球物理勘探船 海上石油勘探船最大的特点 就是身后这长达十多公里的大尾巴 它作业时覆盖的面积 可以达到几十平方公里 因此东方明珠号 在进行勘探工作时 航行速度很慢 只有每小时八公里 同时还要精确控制航行的路线 和探测电缆的位置深度等 虽然它的尾巴很大 但在茫茫大海中很难看到 当其他船只在它附近经过时 很容易被这些电缆缠住螺旋桨 造成严重的海洋事故 因此保证探测时的安全尤为重要 正当勘探船执行勘探任务时 一艘进行打捞作业的渔船 突然闯入了探测区 东方明珠号指挥员 一下子紧张起来 迅速和闯入的渔船进行联系 在收到东方明珠号发来的讯息后 渔船随即调整航行方向 但是它很难快速离开勘探区 如果真的碰到勘探电缆 后果不堪设想 终于在大家的协力合作下 渔船安全使用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十六层高的楼房 而主甲板长一百一十四米 宽七十八米 比一个标准的足球场足足大出一圈 因此它的总重量达到了惊人的三万多吨 平台作业排水量超过五万吨 相当于一艘中型航空母舰 是名副其实的海上浮城 经过勘探船的地震波探测 在辽阔的深海里找到了大型的油漆田 这时就是981钻井平台登场的时候了 但是我们该怎么把它搬到海里去呢 原来这个钻井平台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艘浮在海里的船 只不过它的形状和船不太一样 在五艘拖船的帮助下 981钻井平台驶离港口 向着油田前进 我们这个海洋石油981 它是专门为我们中国南海来建造的 而我们中国南海的海洋环境 它是十分恶劣的 在我们981它设计条件 就是为了应对我们南海 两百年一遇的台风 那么这两百年一遇的台风 对我们这个船体的结构 实际上要求是非常高 981钻井平台 是一个兼具钻井 玩井和修井 等诸多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